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的朋友 如果你太阳上升 是在处女座的朋友的话 我们的佩琪有上版 天生财运比别人好 太阳上升都是 对来看一下 是勤劳努力财富丰收 不努力也没钱赚 对这个处女座的朋友呢 你的财运要比别人好 其实呢不太能够去依赖 这个幸运之神的帮助 因为呢你只能够靠你自己 那么据国外的一些 这个财经杂志 他们有做一个统计 那么就是说国外的大富豪 或者是说这种善于投资的人 而且呢最后能够发家致富的人 很多都是处女座的人 那他们具有天生比别人勤劳的 这个个性 而且他们愿意花时间 所以他们获得的财富 并不是完全天上掉下来的 更多是源自于 他们愿意勤劳愿意付出 那么最后呢 他们在财富上面就能够丰收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天道酬勤 所以呢勤劳的人 获得了财富丰收 这当然是合理的 而且也是必然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如果是这个星座 你的天生财运比别好 是天平座 我们的这个静文的上升星座 有上榜 天平座是财运比别好的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光鲜亮丽 而且贵气逼人 其实呢 对于这个你想赚钱的人 或是说你想财运比别人好 你本身在自己的 外在形象的打理上 你就要比较突出 你就要比较明显 最好呢 能够装扮得更光鲜亮丽一点 所以还叫靠脸智份 对 就是靠颜值 或者是靠衣着 真的 对 你也为什么人家说 漂亮的人 其实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其实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说 觉得你是一个成功人士 觉得你在这个部分 表现出更多的专业 而且更多的魅力 因此呢 自然能够吸引 更多的成功人士 或者是说 愿意追求梦想 能跟你集合在一起 我相信静文 在过去一段 好的那个时间的时候 你应该更能够体会 这个光鲜亮丽 所为你带来的机会 或者是赚钱的可能性 所以呢 现在你虽然遇到 这个困难跟困境 但是我觉得 你还是要发挥 你上升星座 在天平座的能量 就是持续的表现出 你的这种光鲜亮丽 而且呢 让人觉得说 你是可以的 你是有自信的 而且呢 你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这种专业 那么我相信呢 这种能量呢 自然就能够吸引 更多的财富 谢谢老师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落在这个星座 天生的财运会比别人好啊 我们来看一下 金牛座 爱钱一定的 他最会了 真的 金牛座为什么 天生能力财运比别人好 我们的黄老师 看看 对 符不符合这个标准啊 和气身材 而且呢 是隐形的不好 对 还有财解啊 对啊 财解随便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都 就做不到它 对 为什么我们说 金牛座财运比别人好啊 这个有一句话啊 这个和气身材 和气身材啊 金牛座呢 就是在十二星座当中 它比别人 更多了一点点和气 更多了一点点和善啊 那你对人和气和善 那自然呢 就是人家伸手不打笑脸人啊 就愿意给你更多的机会 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case 或说有一些赚钱的 合作的需求的话 人家也会第一个想到 这个 比较善于沟通的 或比较可以沟通的 或是脾气 比较温和的对象 来做合作的 这个 恰谈啊 那么他们本身呢 是一个隐形的 不好的原因是因为 他比较不愿意彰显出 自己这种比较 虚浮的 或虚浮夸的 这样的一个财富的能力啊 那自然呢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他是一个比较可靠的 值得信赖的 而且呢 是一个比较沉浅的人啊 那么因此呢 有上榜的这个新座朋友 处女座 天秤座 以及金牛座的朋友 都是天生 比别人财运比较好的 给大家做参考 好 好 好